一赛 中国南篮蓝队一上篮便打出了完美开局 先是余德豪外线命中三分 之后 克兰白克又在防守反击中轻松上篮得手 中国队取得11比2的领先 首阶领先十分的中国队在第二节遭遇到了对手的顽强抵抗 向里与CBA的巴赫拉米串联起球队 分差一度缩小至三分 好在上一场发挥出色的任俊飞再度挺身而出 帮助中国队以44比35领先结束上半场 一边在战 任俊飞的状态依旧火热 本场他再次成为了中国队的得分王 贡献19分11个篮板的两双 整个下半场 中国南篮始终把分差控制在10分左右 并最终以84比73胜出 热身赛两战全胜 除了任俊飞之外 陶汉林 高尚和吴钱也都得分上双 本轮热身赛结束之后 中国南篮篮队将前往加拿大进行海外拉链